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北京小换茶叶有限公司特别提供 你来了 我来了 卷儿 来了 还原名家本真 寻回时代情怀 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网络上的网友朋友们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电视台心力打造的 容媒体互动戏剧节目 卷儿来了 我是主持人斗逸 欢迎大家的到来 要说到本期的这位卷儿 他是京剧的丑卷名家 以文武戏建长的 问顶中国戏剧梅花奖 那无丑戏有很多 他塑造的是 飞檐走壁的侠义英雄 这文戏呢 当然有许多的艺术形象 深入人心 他是谁呢 来 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舞台 听闻 近来江湖之中 有一侠盗 劫富济贫 行侠仗义 武艺高深莫测 他的名字刻在英雄令上 属于角楼之上 今日你我兄弟分头寻找 此人若在你我之中便罢 抗若旁诺他人 定要寻他一正高相 定要寻他一正高相 大家好 欢迎 欢迎 欢迎石晓亮老师 今天非常亮丽的 谢谢您 今天主角是您啊 刚才这四位 可以说是陆林好汉 英雄豪杰啊 通过这样子一个惊心动魄的 英雄召集令 为我们请到了 丑角名家石晓亮老师 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他好不好 欢迎您的到来 那刚才这四位陆林好汉 您还有印象吗 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有 这四位呢 一个扮演的就是九龙威 杨湘武 一个就是三道令的蔡庆 一个是诗签道甲的诗签 一个是道音湖的邱小义 四位陆林好汉 有一个共同之处 都有一个道字 道碑 道胡 道甲 道令 太少我就跟大家介绍了 说文武丑建成 您看看我们现在 大屏幕上出现的四幅剧照 是您众多艺术形象当中的几位 对 比较有特点的 也觉得非常满意的 四书系的照片 咱们这样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好 好 来 有请石晓亮老师 有请 舞台上 他翻腾铺爹 身清如艳 念白清脆 表演 诙谐 以照仪式 规范严谨 刻画人物 栩栩如生 他以扎实的戏曲功底 文武兼备的丑行技艺 问鼎中国戏剧梅花奖 从已四十多年来 他转意多诗 博彩重长 他就是京剧丑行名家石晓亮 千帆过去人生戏一里茶香 续芳华 首先我们以香茶来欢迎贵客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东晓 一饮而尽 快请自 石晓亮老师 其实对于 久而来的观众来说 并不陌生 因为来过很多次了 这是第几次来了 算这次第四次 前三次是嘉宾 对 前三次都是绿叶来着 是吗 是 我也不知道 我人缘为什么这么好 谁久而来的都约我当嘉宾 所以说希望今天 您聊自个儿的时候 多过我们说一说幕后的故事 好好好 我们节目是一大绒媒体节目 那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在现场可以观看到 我们本戏卷的录制 那还有很多的网友朋友 在之前就知道这个消息了 我们也看看他们有什么话 想问卷 来 请看 今天不是很乖说 石丁丁老师看到您上卷来了 表示祝贺 这石丢丢是说谁呀 说我呗 您不是叫石小亮吗 这门给我起的外号 那怎么叫丢丢呢 因为我太爱丢东西 那丢的东西都海了 尤其最爱丢的就是手机 我们家全是充电器 因为买一个手机 都带一个充电器嘛 没一两月就丢 没一两月就丢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背戏 爱走神 有时不管什么 这脑子就进入戏了 你看了他那没事 跟他脑子进戏了 所以就容易忘东西 印象特别深的两件事 一个就是我起来 这个去演出 演出呢人家车接我 车接我我就顺手 把手机拿着 搁口袋 搁兜里了 搁兜里之后 完走半直 我想打电话一掏出来 是遥控器 您这也忒大意了 电视远不住赶紧回去 这不是手机 拿着遥控器就走了 这是一件事 还有一个去智力出国演出 带着箱子 比如大巴接我们 在团里集合 然后就上了车了 当时呢 徒弟们学生们都挺关心我 帮我拿这拿那个的 结果等上了车 到了北京机场 我一发现 我的行李箱哪去了 行李箱没了 结果呢 压根就没给拿上车去 就在我的那个车里的 还搁着呢 现在再想回去拿也来不及了 那结果呢 结果就这么走了 所有的一些用品 到底都现买 不是您这网线也忒大了 您这合适宜什么 您知道吗 找一助理 陪秘书 还得是24小时贴身的 是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 夏小花说 说老师您好 听说您入西校学的是老生 怎么改五丑了呢 这我都不知道 您原先学的是老生 文武老生 在天津细校的时候 细校 我入校的时候呢 是75年 那这是现代系 就没有丑行 很干净地分了几个行呢 一个就是文武老生 一个花脸叫粗犷 轻衣 然后有老蛋 没了 什么五生啊 五蛋什么的 全没有 没那么细分啊 我进校呢 是文武老生 两年之后呢 恢复传统戏 我当时个矮 基本功比较好 比较好 在我们这班 算是优秀的吧 其中要排出三岔口 就跟我安排这个刘丽华了 这周期排出来之后呢 就各地演出啊 非常受欢迎 我记得这周期永远是大咒 最后一出 过了一年 整赶上分行的 一分行的呢 我就一直演这三岔口 自然老师一看 这就归丑行吧 就因为这周三岔口 归了丑行了 那您当时喜欢丑节吗 当时我也喜欢 到现在是越来我越喜欢丑行 我觉得这丑行啊 这个太包罗万象了 它太丰富 首先 它每一出戏 跟每一出戏的脸谱都不一样 你看我们现在 这舞台上的这些剧照 这个脸谱 我们丑行是一出戏 一个样这个妆 然后它的服装也不一样 哪一出戏的服装都不一样 而且颜色饱和度特别好看 我就特别喜欢杨香武的这个服饰 杨香武 对 上面是蝴蝶是吧 我看还有好多流苏 那个特别立体 杨香武这件衣服 是我们丑行当中 是最华贵 最好的一件衣服了 也说要是做服装 是最贵的一件 其他的服装都很简单 它不像那个生蛋 芒啊 什么靠什么的 这在我的服装当中 是最贵的一件 这能透露多少钱吗 这我是八六年买的 两件 那是八百 这是六百 当时很贵了 八十年代 当时那工资才没多少钱的吧 对 工资才挣不到一百块钱 你看看 我们丑行还有什么特点呢 它有韵白 有精白 还有方言 它有声音的变化 你演什么角色 一个声音 另外一个角色 有另外一个声音 那这不是要求咱演员 这学的得多呀 对呀 比别的要更多呀 得功力 你这嗓子得会调节 得会掌握 其实挺难的 是 要求的比较高 现在还有一个误区 会翻几个跟头 翻得好 归无丑 没嗓子 或者是扮一下 不嗓子 归丑行吧 其实错 我们丑 要求的是扮一下 漂亮 干净 得有激功 有嗓子 要求的太难 所以这这么些年 出来的 就是 凤毛麟角 看到这些丑角演员 在舞台上 做到这些形象 真是难能可贵 我们再次把敬意的掌声 送给我们的丑角演员们 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 丑角的名家 出现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 好 我们再来看 下一道问题 陆的喵说 石小亮老师身上 有可多绝活了 能不能给咱们亮一个 这也聊了半天了 您是不是得给我们 禀活禀活 大家想不想看一看 说这么热闹 这么难得 我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 演示一段石沉偷鸡 这出戏的一个绝活 叫吃火 就是实际上它是吃鸡 吃鸡的 那么用吃火代表吃鸡 来 我们掌声欢迎 牛肩并火烧 牛肩并火烧 钢刀宰杀毛肩了 钢刀宰杀毛肩了 鸡是做得了 带我吃狗的 这儿还有酒 我先来它一桌 好酒 好酒 我先吃这个鸡大腿 这个有个名叫 独立朝刚 真香 真香啊 我再来它一桌 我再吃这个鸡胸普尔 这也有个名叫 当朝义品 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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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香啊 好酒 我再吃这个鸡翅膀子 这个也有名叫 疯狂 疯狂 单眼吃 吃这个鸡就得烤热了吃 烤热了吃 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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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味没味吃 可惹活劲 真香 我放 这也有个名叫 烤热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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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这个鸡就得烤热了吃 吃这个鸡 不能咋嘛滋味 要咋嘛滋味 滋味 我在吃这个鸡爪子 这也有个名叫五霸猪猴 烤热了吃 烤热了吃 烤烤热不吃了 烤烤烤 谢谢石晓亮老师 刚才为我们带来的 石牵折击 这个片段 真的让我们领略到 咱这个臭爪的功力了 你就是说刚才吃火 这得练多长时间 反正你得上百次 还得老师得知道你 当时我师父张中华 他先给我做示范 老师先示范 这怎么吃 开始烫嘴唇撩泡 一瞪的皮都出来了 这是不是也害怕 后来就慢慢熟练熟练熟练 掌握住了 这只有讲究吗 这就是一般的草纸 这个一掐这么叠 这么一拿 点着之后 这头一个火 转移一下 得把那个火 火吃得让它留在后面 凿入嘴 进嘴啪就吃了 第二个 你得在这瞬间 这气得你先吸口气 进去之后脚 啪啪吃的时候 这火星还得啪啪 你刚才你不都看见了 我刚才啪啪啪得喷出来 是吧 然后最后那个 就是那个说那个鸡皮眼砸 是吧 这叫后军都的腐 这个它得这么叠 吃这三次火都不一样 它不一样 这么叠呢 点着之后 一瞬搁在嘴里 再一拿出来 还得着这火 还着着 然后吃进去之后 边说那火星的 啪啪啪啪啪 真香 真香 有味没味 吃个热和劲 啪啪 这个吃火 是这出戏的一个 就是火玩意儿 我们这哪出戏 有哪出戏的玩意儿 那跟老师学了不少戏 咱就说这舞台上 这四幅巨照吧 每一个人物背后 肯定都隐藏着 不同的故事 如果让您选择的话 您想先选择哪一出戏 跟我们介绍 先说这个九龙碑吧 好 我原来在戏校 我唱过这个戏 86年 我到北京看两个艺术家的 这个大家的这个戏 一台是文丑 一台是无丑 文丑就是我这个郭文祥师傅 大咒 何竹配 无丑就是我现在恩师 这个张志华先生 这个九龙碑 我看完之后 我心里话我也唱九龙碑 说我这九龙碑 这才是杨湘武 我一定要跟张先生学 结果通过了领导的关怀 就给我介绍 这个从86年认识 87年跟先生学习 88年正式拜师 看来不是说一开始 就师父就收了 老师也得观察观察 师父得说先教两周 先看看 是你是不是这个料 不能砸师父牌子 您看我们这儿有一张巨照 这就是当时拜师的情景吧 是 当时我拜我的恩师张志华 这是李慧鸿拜这个观素霜 我们先生那人还多年轻 头个背黑 那这算是您第一出 跟张志华先生学的戏吗 这不是 第一出是三叉口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们那儿原来有老天津宾馆 先生住那二楼 二楼那儿有个厅 也有台湾 就在那儿给我说 拿扇子出场 都把大仓大拆动拆动拆 三叉路口开边房多了的 我还带着这扇子了 这把扇子是我们先生的 当时给我说戏时候呢 这我没预备道具 没扇子 扇子用这个 用这把扇子 我一直保留到现在 我也不用它了 我就作为一个纪念了 我来看看这个扇子 我们大家打开看 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看似一个 很普通的扇子 但是却见证着当年拜师 尤其是学的第一出戏的 这个经历 永远对于自己来说 是一个激励 是 就是说这个九龙杯 也是重新落挂 当然先生得要求 咱们这孩 扮上不像不如不唱 首先服装得做 就把这些服装都做了 就刚才您说过的 对了 然后先生你走走 你不唱过吗 我一走 我算三百六 到那走边还铁门坎 云里翻 什么这那啥 学上来 你这不是不丑 你是武行 就太注重技巧了 对 舔门坎 不可以有 这西哪有舔门坎 就龙杯舔什么门坎 就三腿 就一单旋子 我叫我这挺得意 那个还炫上 我会那么多 对呀 那么多技巧呢 人物 我们演的是杨湘武 你那是武行 杂联环的那边还翻了 我那特得意 小时候三百六 什么这 这跟咱没关系 停 不许翻 所以我到现在 记住先生这句话 咱们这孩 两句 第一就是说 要一人千面 这句话也是 我师爷对 跟我先生说的 我先生就跟我说 叫一人千面 第二句话就是 一般的玩意儿 要走出不一般来 就很普通的一个旋子 那你不许 杀几个宰瓦 个七百二三百六 什么这那 没有用 咱们就用 轻快 别人那速度 咱这旋子 没声没响 说着容易 这练起来多难呢 这句话就叫 一般的玩意儿 走出不一般来 很平常 谁都能走 可以说 是这个科班出来的 这旋子没有不会走 都会走 但是你得走出那个 速度 其实咕噜毛 前毛 倒毛 谁不会走 谁都会 最简单了 你倒毛 就得 全震 那您想想 在舞台说的 这么快速的动作 在台下 得怎么练呢 那就一遍一遍 反反复复的 只能是量中求智 你没有一定的量 求不出来这质量 就练吧 就您刚才说到的 只是技巧 要说到跟张忠华先生 学的戏 还要说一出 打瓜园 打瓜园 对 这个戏当中 这个人物叫桃红 老桃红 就是完全不一样 他好像是有点 这个体型 跟别的体型 不太相同 这首戏最难 最难吗 最难 五丑戏当中最难 最难的一首戏 因为它得需要 残疾的这个造型 这个残疾的程度很大 鸡爪子手 要点脚 螺锅 铁小肚子 平常这人的这个形象 就是这样 你这一出戏 你不管怎么打怎么做 你这个形象不能变 这是最难的 对啊 你眼眼眼望 对 眼眼眼望 你手机能望 这个绝对望不 就是 所以学这周期 这个当初我师父跟我说 就是我师爷给谭 说这周期的时候 就从号绑子开始 号绑子 就这个形象往这一待 拉山跑 就是按照这个人物 桃红这个人物 就这个形象 不动了 这一上午号着去吧 就号 后来我师父说 已经都 那不行了 汗 那那个 我师爷爷拿那个 啪啪一打 就回来 就号 就得号他这个造型 那老师也这么要求你 也是啊 也是这么 先号啊 不管你 号 号绑子 先生到我们团 我们团所有的行当 武生啊 武担子啊 什么这个 全受益 先不光跟我说 给其他人都说 号绑子 我那一号 先生就给别人说信息了 这个看着 李少春先生 当初这么着 就三辣口 给王绿军说 韩云江 郑子明 给说那个什么 什么都说 给谁 各个行当都说 怎么了 怎么摊烟了 不理气 号着了 就是大家可以试试 这么呆一上午 这什么感觉啊 你胳膊肯定酸又酸又痛 酸了 这最后都僵了 尤其这个腰 就跟他钉在钉上的 对啊 天天号 就这个过程 得一个月 我们这么说吧 然后 脚步 且到不了 跟你说戏了 你看这颠脚 就这脚步 就围着那个练功房 走吧 也不理你 那看你不对了 过来给你做示范 跟着探后面 走 这又持续多长时间 这个 这个 别说一个月 也得半个月以后 那看你这脚步 辞职了 第三步 才开始跟你说拉拳 这拉拳完了 才开始见郑子明 说开打 再跟你说念白 什么什么的 说这首戏下来 整 三月 而且 这首戏 拍完了 踩了 演了 然后先生跟团里说 就是说 一贴 就这说 别的戏都甭演 就贴这说 把它 做死 做瓷似的 就一直演这一出戏 一直演 一贴 什么写不贴 一演就打过圆 一演打过圆 打过圆 打过圆 而且一年以后 先生又过来 演艺场 先生看 回饭了 脚步不对了 这拔了又重新归着 反复了三次 隔一年 先生来一趟 三年 打磨这一出戏 打磨这一出戏 你现在才能落得中 这真是应了 台下十年功 台上一分钟 是 这一戏 我认为 这一戏最难 而且跟先生觉得 时间也最长 就刚才您说到 这个打瓜园 他这个念白 这个应该算是 山西白 山西口 而且这里面 还有一段 山西邦的唱 这个唱 是我师傅 发展的这段唱 原来没有这段唱 而且非常合适 而且符合 这个老涛红 当时的心情 因为他要把他女儿 嫁给这郑子明 他高兴 他喜欢他 就是在这种情绪 心情下 加了这句句唱 又精彩又合适 那就得要求演员 又要会京剧 又要注重丑 又要注重打 又要去把这方言说好 方言学好 这您这方言怎么学啊 口传心寿嘛 先生一句我一句 先生念一句我一句 我们这孩就没有 接近 就是口传心寿 那您现在呢 也会这样去教 您的学生吗 是啊 这个 现在都这么发达了 我们说拿个语音 拿个微信 就可以了 那只是一个路子 你听听词 你起码把词 你给我听会了 你看看 但是你真正抠戏 还得老师念一句 学上学一句 你哪儿不对 给你纠正 跟那个听出来的 它是不一样的 其实这么多年 老师所教的 我的这个任何戏 基本上都 印在脑子里了 所以说脑子一地眼 哪一种计划 自己就能过 把跟恩师学的这些戏 从我身上的体会 反过来 我再传授给徒弟 那您会按照自己的一些 本身的自身的一些特点 在这个戏当中 会有一些改变 或者说是 也有 但是呢 这个脂脉 出来的东西 大骨子不能动 你只不说 就是根据自己的条件 微调 你不能很离谱的 脱离这个直脉的 你好像这一看 是业派吗 是张世华先生教的你吗 你这胡来了 这样那不行 所以还得是 大骨子不能动 核不能动 对 那说了这么多 今天您是不是在现场 也给我们展示一下 大瓜园当中的精彩片段 好 让我们看看桃红的风采 来 有请 看这一鹤汉 离大舞弊 行情自说 犹犹犹全身无疑 真正十条浩汉 有料 我把他带到家族 我就对他讲明 将恶小女三春 我就许培育他 我就是展观之一 我把他带到家族 老口也可喊 打了晚上 你看他李大舞弊 行情自说 我也搞好强 我都谈不怕明里 行使怒魔 看他杂志未从日后 不定是他国家共和良 我把他带家走 对他演讲 讲三春 去陪他写作 谢谢石晓亮老师 刚才为我们带来打官员当中的桃红 如果没记错的话 中国戏剧没花奖到现在 已经是成功举办了 应该是第三十届了 以往你来 就获得这个殊荣的戏剧员很多 对于丑角来说 我听说目前为止 总共有两位获得如此殊荣的 一个是朱世惠老师 一位就是您了 是 是 是 朱老师是以文丑拿的就没话讲 我是以吴丑拿的就没话讲 当时我记得我用了三出戏 头一出就是这个大瓜园 第二出是方鼠厕字 第三出就是九龙碑 这个方鼠厕字 这个好像是昆曲 对 这是昆曲 我们从昆曲把它移植过来 移植到京剧 原来昆曲演这个叫念苏百 苏百就是说观众很多听不懂 北方观众听不懂 咱们移植过来念京白 而且加了很多的京剧的唱 当然这也是拼了 这哪一出戏都不听上 它关键敢装是最麻烦 一出戏一个脸谱 一出戏一个脸谱 你得把这个脸谱卸了 再勾那个脸 丑角里面有很多的门类 脸谱服饰念白技巧 那今天我们现场呢 就请到您的几位学生 给大家露一首 展示展示 咱们不同的丑角的技巧好吗 好 好 来 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这四位多少年的脸 对 这四位同时是在16年 11月份拜的我 咱们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 丑角演员 我叫李赫 欢迎 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 吴丑演员 我叫侯佩志 欢迎 我是来自大连京剧院 我叫谢冲 欢迎来自大连 我是来自湖北省经纪院的 张清明 欢迎 欢迎 这只是您学生当中的一部分吗 就拜了诗之后的 拜了诗之后的一部分 我还有五位徒弟 他们没参加今天的录制 但是也来到了现场 他们是 贵州京剧院的范玉 欢迎 欢迎您 湖北省京剧院的曹中华 欢迎 大连京剧院的薛野 好 欢迎 天津市邦子剧院的齐大鹏 欢迎 沈阳师范大学副属艺术学校 赵德强 欢迎 欢迎 我们常说这个五丑在舞台上展示 这必不可少有一件乐器 我们今天除了请到几位 乐队的老师之外 还有一位嘉宾 是 这位嘉宾是我四十多年的同学 四十多年的好朋友 叫崔洪古诗 著名古诗崔洪老师 来 我们掌声欢迎 有请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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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崔老师 欢迎您 崔老师也是我们主要来的老朋友了 是啊 我跟崔老师 从我十一岁进校 一直我的气都是崔老师给我打 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了 那今天我们要请到崔洪老师保驾护航了 我们这些学生们 咱们考试考试 只当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展示一下学习成果好吗 好 我们有请崔洪老师 好 请崔老师给你们打 这叫崔子 作为无丑来讲 必备的一个技巧 无丑的很多戏都用这个癌子 你比如诗圈偷鸡 诗圈道甲 什么道音狐子 什么这好多戏都用癌子 并不可少的一个技巧 来 请继续 这段 这个主要是这个石尖偷鸡里用 跟那个店家摸痕 这地瓣 然后滚身 入肚叠筋 它这一串走的 我觉得质量还可以 好 来 我们有请下一位徒弟 好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刚才这技巧是 介绍画糊条 糊条剪模 然后骨头毛双方样 在这个道音符里头可以用 这个全部挺轻的 评价的话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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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听听清老师的 这个就是要求轻飘 这种感觉 当初石老师 在年轻的时候 唱三叉口的时候 他的这个 都不让加四边的 就轻的 轻的 然后双方样 啪 藏 观众底下都听不到声音的 那是要求 就是不用鼓声 就是乐队都停止的 就是听他的声音 静的 静的 太厉害了 真是佩服我们的演员 最终达到的最高的境界 就是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还得把刚才技巧全都做得很完美 是 是 好 来有请下一位学生 哎呀 这个字来来回来来回来来回来多少遍呢这个 这个 这个技巧呢就是 胡萝卜趴火入度叠筋接压枣 就来回来去这个压枣 这个技巧呢是蒋瓶捞印里头用这个 它在捞印当中那浪头 打一个浪回来 一个浪又回来 就代表这个的 戏曲当中有很多这种无食物表演 就是刚才这个技巧用在这种海浪是吗 拔起来再回来 拔起来再回来 这个挺吃功的 谢谢我们的四位学生啊 刚才精彩的表演 其实他们四位带来这些技巧 只是我们丑角里面的 其中一部分 但是我在想啊 这些技巧肯定在私下练很多遍 然后在舞台上有这么一个精彩的亮相 我们也常说说戏剧演员特别容易受伤啊 尤其是像做这种技巧 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啊 武器演员就没有不受伤 无仇演员加个更字 你这无仇你没受过伤 那肯定练功不苦 我这个腿 脚这都受不伤 都骨折过 其实刚才他们做的这些技巧 还不算是最难的 我听说现在也把以前 很早的以前的一些技巧 现在都不演了 就因为它的危险系数太大了 我们这里也有一段视频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您哪一年的录像啊 这是您哪一年的录像啊 这是九 九二 九三吧 这最高的地方有多高呀 起码得四张桌 四米 哎呀 我的天哪 这下 大家看到了吗 就最后哪一下 四张桌的高度 我刚不说嘛 我们哪出戏啊 有哪出戏的玩意儿 这个技巧就是道甲的这个绝活 它难在哪呢 你站在这椅子被上 站这上头 你扶着 不撒手 你脚是入不进去的 你这脚不能拐弯吧 你入不进去 你必须得撒手 这人悬空 你这脚才能入 这下挂不着 下去就完 所以说就是他这个危险系数太大 这是张春华先生 当年教您的戏 对 我师父说拜叶先生 都要学两出戏 就是一个大高原一个得到家 这两出你想看会 都不会 必须得学 我师父呢 手把手就是教这个戏 第一就说这个技巧得练 怎么练呢 我做了一张啊 一张半 矮一点的 矮一点的 一人多高吧 练的时候底下呢 铺一块软垫子 立面再铺个软垫子 就每天上去撒手 反正掉下去有软垫子 只有这个过程 你才能敢上到四米以上 你撒手入 你没有这个过程 打死你上面 你也不敢入这个角 因为你下去就完了 你那么高 让大头冲下 所以你这底下得千锤百练 多长时间 您敢上这四米高的上面去演了 你去到彩排吗 撒月吗 练了三个月 也得三个月 现在这个我很多的徒弟 都会这出戏 我都教了 但是我不主张他们练这个 为什么呀 太危险 那您现在看看 是不是都会觉得有点后怕 后怕 真是后怕 您看你不撒手 你不悬风 先撒手 就在你身体完全没有控制 完全没有控制 没有保护的情况下 你这脚你得入进去 而且它呢 就这么点空间 这一个杠 这一杠 这一杠吧 你这脚如果顶在这杠上也完 你上去也不行 你就得这点空 撒手 这脚 马上还得勾上 而且还得勾上 那杂技啊 它都有那个微牙 它掉下去它没事 我们这也不行 我们这掉下去 这人就完了 所以说我不主张 看戏技巧是一方面 但主要是看人物表演 我们再次把敬意的掌声 送给我们的无仇演员们 太辛苦了 刚才啊咱们聊了两出戏啊 这《三道九龙碑》啊 还有《大瓜园》了 这两出可以说是您的挚爱 最显本领的两出戏了 那还要再说说 另外两出代表作了 一个是《闹天宫》 一个是《群英会》 咱先说说《闹天宫》吧 就我看这剧照 你看这猴的表情啊 就跟我以往看的 武生应公的这个孙悟空 完全不一样 我们演猴戏啊 叫大猴啊 这大猴 它不是像那小猴 那么那个什么 它要深沉 这个猴这会儿这表情 您能告诉我们 它当时是什么心情吗 发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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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什么呢 那个蒙它了 说好像你当西连大圣 一听最后像它 避马瘟 看马去了 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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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演示演示 这生气的表情 你还原一下那表情 生气了 那高兴呢 这孙悟空高兴 乐了 乐他这一出场 好 我来 开心了 开心了 还有不同的表情吗 不同表情呢 就是喝醉了呗 那喝醉 醉猴啊 小倒步啊 醉猴 完全不一样 哎呀 这个三个状态啊 这出戏呢 是90年 我们赴香港演出 89年开始排 当时请的谁呢 这是现在我的师傅啊 叫我猴子计师傅 是董文华 董先生 当时呢 香港那边要求呢 是一晚上三出戏 碧马温 闹天公 十八楼汉 斗悟空 全是五戏 我的师傅呢 董文华老师 有两位老师师傅 就是二村 一个是 李少春先生 一个是李万春先生 董老师给我排这出戏 是按照少春先生 那个脸谱 你看 少春先生这脸谱 是倒栽葫芦 倒栽葫芦 对 当中上面是一个车轮 他这个额头这个挺有意思 好像就别的猴子不太一样 对 美猴王 这比较大气 但这个少春先生这个 大部分现在都学少春先生 那跟先生学了多少时间啊 就这一猴儿戏 闹天公 90年演 89年开始学 嗯 学了就是说差不多一年嘛 嗯 到香港演出 这个老天助我吧 嗯 这三周戏啊 一共有32个出手 这32个出手 一下没失误 而且是头天打炮 哦 完完整整的演下来 可以说非常成功 由此有幸的 在90年 在香港 拜了董文华先生为师 嗯 后来 嗯 像五百年 啊 这个 像那个什么 水连洞 嗯 这个 这都跟先生学了 嗯 刚才咱们说了闹天公当中的猴儿戏啊 咱们再说一说 接下来这个最后压咒的 蒋干 群英慧 因为之前我们 一说到施晓亮老师的名字啊 马上就会想到五丑 从什么时候开始公文丑了 我从小跟那个 也是咱们复连城的 张十年 张先生 是吧 也不论是小上坟啊 嗯 那个小放牛啊 包括蒋干啊 那个 当时还有张三戒靴等等的 好多戏 都是张十年张老给我开的萌 后来八六年 我拜了郭文翔郭先生 这出蒋干 这出戏呢 郭先生也给我收过 就是两 两位两板了吧 那么我上研究生 投一出文系报的呢 就是也是这个蒋干 这个蒋干 谁又给说了一板呢 纽彪 纽先生 纽老师 所以我这个 这个戏是三位老师 都给我收过 这出戏呢 我觉得我最荣幸的 跟咱们叶少兰 叶先生同台 演这周戏 也是叶先生提携我啊 文丑 最难的就是这个方金丑 这个我们看过 蕭老 蕭成华先生 那是艺术大师级的 他留了一部这个 群慧的电影《蒋干》 这个蒋干都以那儿为榜 都奔那儿 他的面白那个味道 他那个脚步 既要儒雅 迂腐 但不能把它演成草包 要把人物性格定准 对 把握人物呢 一定要准确 那想看 有一段念书信 念书信一会儿 我徒弟 他有这段 说到这个徒弟的事儿啊 今天还有您的几位 文丑学生 他们也来到我们舞台上 打算给大家展现展现 那咱们也欢迎他们展示 您边看边说边聊 好不好 来 我们欢迎他们 欢迎 欢迎 我们现在看大舞台上 这四个人物啊 是您的四位学生 东胡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扮演蒋干的这位呢 是天津市青年经济团的 他叫于金涛 欢迎 于金涛 这位呢是原天津市经济院 现在呢调到金林省经济院 也是我的徒弟 叫王鹏飞 欢迎 他叫窦谦 是咱们天津市经济院的 这个也是文武丑 就是我的大徒弟 大徒弟 欢迎 邓千 玛丽友 也是我们天津市青年经济团的 好 我们也欢迎 这今天这四位高徒 这个王舞台上一站 就代表着四出文丑系的角色了 是 那么呢现在就是请那个 我这个徒弟金涛 给大家念一段这个 道书里的这个念书这一段 好 那也请 好 我这个徒弟呢 特点有啥 胖胖胖胖胖 伴文丑 特别合适 尤其伴这个蒋干 我们讲有馅儿 我头一出给他说的就是道书 因财使脚 是 第二个角色是 望江亭的杨衙内 这个角色也是 我拜郭元祥先生之后的 头一出戏 跟先生学的头一出戏 头一出戏 就是望江亭 我演了若干衙内 他哪个衙内的身份都不同 他这是当官的衙内 当官的衙内 他爸爸是太阅杨简的公子 杨衙内 虽然他坏 他的演出贵气来 五红五衙内 这演出荒青国气的派头 高衙内 这演出野气匪气 不讲理 因为他爸爸就那个出身 石文石衙内 虽然是衙内 说白了 穷气 谁你看哪个衙内 还带着元宝出来 那带元宝出来的呢 都没钱 真的有钱 都比较内敛 那咱们看看今天这杨衙 那演的怎么样 也请 月儿弯弯照楼台 头高又怕摔下来 今天遇见张二嫂 给我送条大鱼来 好 提到这个角色啊 我师父就是细致到哪种程度 就是上楼梯 知道吗 上楼梯 上几步滑 然后再上几步 一共七只台阶 一出来 看完这望江亭 好美景 这一挥身 看见这宝剑 小嘴一撇 小子 等着吧 就是那个非常的细致 道观里那场 什么朝廷的命观 拿着扇子 光高自由 观在上 就得扇子 一二三 非常的细致 所以老师就讲究这个 口传心寿 只有面对面的 能够扣出细节来 好 那再说说您大处理 这个假棍 是我这个恩师 郭元祥先生 给我说的第二处 也是在百日经训当中 当中这出戏呢 我跟我师父 演了一场就是徐玉卓法门寺 我是前半截的假棍 我师父后半截的假棍 这个假棍特点就是这个大壮子 这个大壮子呢 两个版本 我这个师爷 郭春山郭先生这个版本 就是念的比较长 词比较多 词比较多 后来骁老 又把这个给压缩了 但是呢 我当时学这个版本 所以我一直保留到现在 保留到现在 就是郭派的大壮子 那今天我们请大徒弟 给我们展示战士 好吧 来 有请 感情撑得起 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了 可这会儿 谁还比得了咱们老爷们儿了 好 这是个太监那个 对 太监那个味道 就完全跟刚才前面 两个角色完全不同 是 是 好 要说说您多美的这个楼啊鼠 楼啊鼠 它的基本造型就是鼠型 楼啊鼠嘛 行了 两双爪肉得搭了 但是它是杀人犯 心筋肉跳 风吹草动 草木结冰 那刮一阵风 做贼心虚 做贼心虚 你一下 例如你给大家演示一点 楼啊鼠的上场 心筋肉跳的那个感觉 好有请 谢谢大家 请 都不用手 坏啊 为人做了灰心事 风吹草动 我都吃惊 好了 太好了 谢谢 难怪当年 不是说有一句话吗 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 就是这个十五关 就这十五关 所以您把它移植过来以后 又有了自己的特点 所以我的很多学生 都学了这首戏 那您在选这些学生 尤其是选丑角演员的话 他的具备的条件 得特别综合吧 最关键是这 嗓子 得有嗓子 你看都有嗓子 所以学丑角的演员 也可以说是百里挑一了 那说到这几位 这个脸谱特别有意思 我相信今天现场 有不少年轻人 也特别想感受一下 好啊 我可以亲自给他画一个都可以 好啊 来 谁想来 我们看一下观众的要求 好 好 咱就是他 来一位男士 有请 好 成品出现了 你刚照镜子了吗 刚才照了一下 然后呢 然后看到挺好玩 挺好玩的 对 你这小的时候 经常看这丑角的戏吗 以前就是我们老家那唱戏 看人画过 但是自己没什么 你是来自 河北成德 河北成德 这您刚给画的这个 是简单的 是吧 我刚才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嘛 就简单 五分钟 我呢 这个画了一个 是石纹石牙内的边上的一个小院子 给画了一个小院子的形象 你这嘴还 这什么感觉 这个嘴现在有点干 你给人涂了一口红 人家不适应了 从没涂过口红是吧 没有 演员很辛苦 所以以后关注我们戏去好不好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 您来录制现场之前 我们就会有一些信息的发布 我们的很多网友 都纷纷在网络上留言 咱们接着来看几条留言好不好 回答问题 来 有请 这位叫趁花期的朋友说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老师 什么叫开口跳 这比较专业的问题 开口跳 公民思义 它就是面白的开口 这个跳要性比较强 就开口跳指的是念白 指的是念白 它的念白 应该就得说 犹如这个猪落玉盘 又清晰又快 清快脆 您能示范一句吗 比如说 这个梁文涛 朱光族 哎呀关你 千万不可调动官兵 倘若调动官兵 一来打草惊蛇 二来 那豆尔敦在此招聚多年 手下的余党胜透 时才听那人之言 连环套高万丈周围树北域里 又有二十余座晒门 具有龙兵把手 躺着那豆尔敦 给你个战又不战 想又不想 一怒之下再拔玉玛至死 这不是鸟签换跑 是越玩得越转了吗 好 就这样那个大猪小猪落一盘子感觉 对对对对 这个真是太剑功力了 所以这他叫开口跳 好来再看下一道问题 雪兔子回来了说 丑孩系里经常会出现方言白 那石老师会哪些方言呢 我刚才还想说 这大猪圆也就是 大猪圆呢 它就是山西 这个山西白 念那个桃红这四句对吧 虽然年白西刚强 雅思当年西乌朗 一生无一窝人 到从来不愿见绝望 好 这个感觉这个鼻音特别重 山西话 还有刚才我说那个秋江 它只是一个川白 四川话 对 秋江湖一之洲 两旁撒下钓鱼沟 钓得鲜鱼沟没酒 这样的快活 哪里有 哪里有 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问题 萌萌隆隆说 石小亮老师 您也给我们来一出文丑戏吧 刚才你看徒弟也演了 又讲了这么多 又讲了念白 来 方言白 好 我为大家唱一段 这个《一捧雪当中的汤琴》 唱的这个片段 好 来 我们掌声欢迎 秦欢迎 Jap 马尔玮 扔尾 指 кус 秦回 字幕志愿 优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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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师刚才为我们 带来的精彩演出 那这期呢 非常感谢石老师 能够来到我们的 《卷儿来了》栏目 跟我们一起畅聊了自己 对文丑 武丑的一些礼物 那下一期的节目呢 我们请到了 您的三位惊喜的 圈内好友 做客《卷儿来了》现场 好不好 好 期待着我们三位好友 能够讲出您更多的 不为人知的故事 好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